他认为是偶然发生的 就是这种经济繁荣 我认为有一个必然性 所有国有且全部私有化 政府也退出经营经济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仍然没有经济大幅度复苏的机会 为什么中国人搞不了创新 新的科技发明 原因就是有制度的约束 中国已经把后面 十几年需要用的房子全部盖完了 当中国老百姓实在不能忍受这种制度 这种压迫 有一天可能也会像沉深无光起义 对付完全手不寸铁的老百姓 你拿把菜刀对付机关枪是没有用的 不能说因为怕人流血牺牲 怕有人财产受到损失 你就是说来阻止他 暴力革命的价值观 那就是老毛讲的造反有礼 然后接下来跟着的 是又一轮像共产党一样 不打共产党旗号 而举着共产党的口号的 金红色证券 你不可能等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什么提高了素质提高了才能搞实现民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缴缝乱剑 我是主持人郭亚萨 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 确保大会召开之前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 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九大会议将确立的 中共新的指导思想 以及新的领导班子 也将对中国未来几年的政治经济稳定 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十九大之后 中国的一系列潜在的经济隐患 如高债务 高房价 货币超发等等 能否改善呢 中共是否会进行经济改革 以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 本期的交分文件 我们将就这方面进行辩论 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 分别是中国政治与经济学者 程晓农先生 程先生您好 你好 谢谢您通过电话 与我们连线 以及自由至上主义学者 夏业良教授 夏教授您好 你好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两位 那么首先 我想先请问 这个夏教授 请问您 我们都知道 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 那么在讲话中 他说这个十九大是确立 未来中国能够 全面竞争小康社会的 一个决胜阶段 但是也有中美学者 他写过 像这个作家张家敦 他就认为中国 即将崩溃这本书 他就在里面就陈述了 说中国的经济 很快就会崩溃 我想听听您怎么认为 您因为中国的经济 未来是会像 习近平所期待的那样 还是会像一些 中美学者所认为的那样 中国会面临经济的瓶颈呢 首先我想界定一下 什么叫崩溃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讲 说一个国家 由于经济方面 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政策上的这种混乱 或者制度上的一些弊端 让这个国家经济 完全停滞下来 完全不动 让这个国家 没有办法正常的生存 这个说法呢 可能在全世界不多见 那就是说 即使像朝鲜目前这个状态 或者朝鲜曾经有过 饿死几百万人的时候 还有像中国 在三年大击井的时候 饿死四千五百万人 所以在中国过去的说法 叫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都还没有承认是崩溃 那什么样的经济 叫崩溃的经济呢 我们不能想象 所以说如果我们拿 中国三年大击井时候 以及后来的朝鲜 直到今天的朝鲜 也还是属于那种 我们拿它作为一个 参照样本的话 如果经济 中国经济 接近于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可以称为崩溃 那假如说 当股市 中国的股市 一泻千里 也就是说 完全所有的人都对股市 不再抱有任何信心 然后中国的房市 也是一蹶不振 没有人再愿意购买房子 还有包括中国的外汇储备 已经处于这个安全线以下 还有呢 中国的出口 基本上停滞 像那样的情况 包括通货膨胀 是奔腾式的通货膨胀 恶性的通货膨胀 以至于老百姓就像 当年1948年49年 那个时候 金元券 贬值到什么程度 就是要买菜的话 要撑多少钞票 才买多少菜 如果是到那个程度 我们可以把它 界定为崩溃 您认为这个崩溃的状况 在中国会不会 很快发生呢 我觉得这种崩溃 就是像说那种 极端印象的崩溃 是不会出现 但是呢 会出现经济极度的疲软 就是说 中国经济 比如增长率 GDP增长率 降到6以下 以及通货膨胀 两位数 还有呢 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造成中国老百姓 感到民不聊生 达到那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 一般意义上认为 是经济崩溃 但是不是那种绝对的 刚才我讲的那种 绝对的这个国家 没有办法生存了 这个你现在朝鲜这样子 它都能勉强的维持 像中国过去 毛泽东时代 那样的状况 都可以维持 那你要那样讲的话 你说那不叫崩溃 那我们不知道 什么叫崩溃 也就是说 不会彻底的崩溃 导致民不聊生 我想听听 陈博士您怎么看 我原则上同意 叶良的看法 但是我想稍微 界定一下 这个崩溃 有经济面的 有政治面的 从经济面角度来讲 经济出现极度困难 可以讲经济崩溃 但同时不意味着 政权崩溃 因为在民主国家 和这个专制国家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这个政府的镇压机器 可以强力地 压制民众的不满 所以在经济崩 哪怕出现 严重困难的情况下 如果政府继续 使用政治高压 那么实际上 仍然可能延续 政府的存在 再过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 在经济哪怕 已经崩溃的状态下 政府仍然可能存在 而不意味着 政府立即随着 经济而崩溃 01年的时候 中国加入WTO 然后中国变成了 制造业的工厂 大工厂吧 制造业中心 制造业的中心 对 然后98年 中国开放了房地产 就是您认为 在中国政府 警觉到有这个 疲软的危机感的时候 它会不会像 程先生所说的 它出台系列的政策 然后把它 一下子就挽救回来了呢 这个当经济 极度疲软的时候 靠一两项政策 是没有办法 起死回生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 最主要的是 靠市场机制 如果不是靠 市场化的推进 不是靠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自由 而是靠 国家计划体制 越来越强势 国家的权力配置 越来越强势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 总是跟着政治走 它的起伏性 会比较大 而且当一旦出现 巨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 通过一两项经济政策 让它复苏的 刚刚程先生说 即便经济会有疲软的话 它政治上并不会有 太大的变动 您怎么看 您认为 我也基本上同意 我们回溯一下 中国最早的一个王朝 就是秦朝 秦始皇 秦始皇那个时候 统一了中国之后 应该说经济上 还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秦始皇 极其的暴虐 他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又是荒庸无能 而且欺压百姓 非常的严重 其实在那个情况下 经济上倒不见得是 中国人完全无法忍受了 但是大家觉得 那种状态 在政治上 已经没办法再忍受了 所以加上 陈胜无光起义 就揭开了这样一个 革命的序幕 然后推倒了秦王朝 所以我想 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在今天 即使中国的经济 还能够维持 老百姓的生存 但是在某一个点上 当中国老百姓 实在不能忍受 这种制度 这种压迫 有一天可能也会 像陈胜无光起义 这点我想听听 陈先生怎么看 这点我和叶良看法不同 我认为他讲的是 冷兵器时代 就是说用刀枪 不是刀和剑 就能造反了年代 因为政府的镇压 也是刀和剑 那么刀剑相拼 那就勇者胜了 现在是热兵器时代 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把 军队的几十万陆军 改编成了武警 平均我算了一下 大概几十万 就将近上百万武警 平均一个省有三万 也就是说 这三万全副武装的武警 对付完全手不寸铁的老百姓 你拿把菜刀 对付机关枪 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热兵器时代 老百姓早就不能 那个所谓的 举杆起义 斩木为兵 那个拿根木棍 是没办法打造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更大程度上的可能 不是说这个 政府没有能力镇压 而是因为政府 可能没有财力镇压 就是他养不起军队 只有到那个时候 才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一般意义上的 冷兵器时代的老百姓 因为不满而接杆而起 这个杆现在就不存在 举什么都没用 你举备单去 这点我不太同意 夏教授 对 我想呢 这个冷兵器转为热兵器时代 已经至少有170多年时间了 这170多年里边 全世界绝大多数 现代国家 都是通过革命 而产生变革的 只有少数 极少数国家 是通过不流血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道路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个情况 就是世界上 绝大多数的案例 是通过热兵器时代的 革命变革 而完成的 这种现代化的转型 那我就有个疑问 您认为到现在这个 因为看这个数据 贫富差距指数在中国 是逐年下降的 到了16年 它是到0.465 而纵观以前是 09年是0.490 虽然0.4 仍然属于贫富差距 比较高的这个等级 但是确实贫富差距 在逐渐缩小 您认为中国的百姓 它是否有这样的意识 或者说有这样的想法 要去结干而起呢 主持人我想就这个 主持人我想就您讲的 这个数据做个纠正 这个数据是官方数据 所谓经济系数下降 下降的幅度很小 也都在0.4级的范围内 但是这个数据本身靠不住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是它有一个 政府的政策目标 想要向社会显示 它的贫富差距缩小 但是从其他管道 比方讲 我记得国内四川 一个大学 好像四川财经大学 他们做了调查 早在几年前 基尼系数已经0.5级到0.6级了 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的 有一个教授谢宇 他用这个国内的数据 计算的结果是0.7左右 所以首先的问题是 到底中国基尼系数是多少 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不敢面对现实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在谈究竟基尼系数下降不下降 你得先用一个准确的可靠的数据 不能用官方试图掩盖真相的数据 谢谢陈先生的解析 关于基尼系数这一点 我相信我基本上赞同小农兄这个说法 有一点就是说 中国的基尼系数 不能够完全按照他官方公布的来看 对吧 就是说中国实际的这种贫富差距 我认为是全世界可能是最高的 那说到老百姓 我们就不得不要提到这个房市 提到民生 前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儿子 他朱运来 他日前炮轰这个中国楼市 扩建了超过三亿多人的房子 两位认为 中国未来的房市的泡沫 会不会崩溃呢 但如果说会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首先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呢 它是拉动了很多的产业的发展 应该说在初期 它的确带动了中国经济 而中国的经济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一个扩张型的 投资冲动型的 扩张型的这种经济 它中国的企业 绝大多数是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 没有国际竞争力的 那么这少数有这个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的企业呢 也受到政府各种条件的制约 他们不能够在国际上大显身手 而这个没有创新能力 没有创造价值的国有企业 垄断了优势资源 同时呢 又获得了政府的 这个无穷无尽的银行贷款 因为银行是听政府的 所以说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 一种负极力 按道理来讲 是谁对社会创造的价值财富 贡献大 谁应该获得更多的资源的支持 但是相反 在中国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那个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资源 而民营企业没有办法获得 继续扩张的这些支持 所以这一点呢 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扭曲 这种扭曲就是因为 中国没有真正的形成市场化机制 而且从中国的法律制度 社会制度 各方面来讲 没有保障自由竞争的 这样一个市场环境 好 请听一下这个程先生的分析 请您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前面谈到 这个中国经济 走向到底会怎么样 我想需要简单的说明一下 尤其一两分钟我讲不完 但是我可以分两次讲完 第一次我想 第一段我想先说明一下 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出去 出现过去这个 二十多年的繁荣 这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是不可重复的 换句话讲 过去出现繁荣 绝不意味着中国还能 原封不动再来一轮 那个繁荣 来的有偶然性 走了是带有必然性的 为什么这样讲 中国其实在一九九七年 搞私有化之前 这个整个经济已经 因为国营企业入日语衰微 这个企业的 这个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几乎快要拖垮银行了 当时银行已经变成 这个资不抵债 中国的四大银行 全全面处于这个负资产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就是朱镕基 才不得不推行了 国企的全面私有化 这个推行私有化呢 正好为中国加入WTO 就是世贸组织铺了路 因此中国就借了这个机会 加入了全球全球化的 这个这个行列 利用了世界工厂 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带动了相当长的一轮 我把它叫出口景气 就是由出口拉动整个经济 在曾经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头 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高的年份到百分之三十五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因此迎来了第一轮繁荣 但是这个繁荣很快已经过去了 也就是说中国后来 在前两年出口出现了出口的负增长 因为外资面临的地价上升 工资上升 各种费用上升等等等等 各种因素最后外资撤出去相当一部分 导致了这个国际市场上 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国家的产品的成本低于中国 使中国产品逐渐逐渐失去了它过去那种优势 我觉得过去中国所谓将近四十年的这种经济改革开放 经济繁荣 其实真正繁荣的时间 也就是刚才前面陈先生说了是二十多年 我认为真正经济繁荣是黄金十年 就是十年时间奠定了这样一个接近市场经济 但又不是市场经济 我把它称为准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我讲 我有一点不同 这个陈先生就是说 他认为是偶然发生的 就是这种经济繁荣 我认为有一个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是什么呢 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制度驱动造成的 就是如果没有给老百姓一个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那就没有这样一个经济繁荣 而这个本来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应该给老百姓有这样一个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剥夺了 在毛泽东时代剥夺了 一旦把这个权力部分的返还给中国人 这个创造力 这种驱动力就发挥出来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繁荣状态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就收了 从胡锦涛上任之后 尤其到2005年之后 全面的搞国进民退 尤其在郎先平的这种推波助澜下 在郎先平的这种为中共政策服务的前提下 造成了这样一种 接近十年的这种全面大倒退 到现在呢 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 哪怕是准市场经济的格局已经被破坏 所以现在呢 已经是接近文革 接近计划经济时代 虽然还保留了一些 这个准市场经济中 遗留下来的一些好的方面 但是呢 这个目前的这种政策的趋向 以及这种意识形态的环境 非常接近于文革和毛时代 陈先生请您 你也可以继续 我接着 我接着谈第二个因素 就是本来如果在出口景气结束以后 就是在2012年前后 中国出口景气最后结束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中国的企业制度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出口企业还有原来的一些优惠 但是中国企业已经没有办法 在国际市场再保持 每年出口增长百分之二十几的可能了 这就是我讲的必然性 那么与此同时 中国随着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 政府开始投入四万亿 去投入房地产和技术社施投资 当时的短期目的是为了拉动经济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由此造成了地方政府的 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地方政府 发现开发土地 能够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财政力 以后这个做法就逐渐的改变成 整个国家的经济朝着 这个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 为中心的为支柱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头 中国并没有重大的制度的这个变化 我不太同意刚才叶良讲的 这个就是制度的全面倒退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 我想说的是 制度上的一些局部的倒退是明显的 但是更大的因素是 中国走上了 我把它叫做土木工程景气 就是说中国变成了一个全大工地 靠开发地产 搞基础设施 修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盖大城市大楼 等修地铁等等一切基础设施 用这种方式来拉动经济 又造成了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 差不多又是一个十年 表面上经济很繁荣 城市面貌日益月薪 让西方的旅游者觉得中国经济真的非常强大 但是这一轮房地产和朱英来讲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把后面十几年需要用的房子全部盖完了 也把可能本世纪所需要做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全部做完了 然后其代价是很多基础设施并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同时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地方政府虽然从中获得大量的利益 贪官们也从中发了很多财 然后城市的中产接近房地产价格上升 而财富大大增加了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也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原因是房子不能用无限期的永远盖下去 且地铁也不能修变全国所有的城乡农村每个大街小家 所以等到再也不能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开发 房子卖盖多了以后再也卖不掉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房地产景气就变成房地产泡沫 现在中国就变成了房地产泡沫 成了政府最大的最头痛的事 政府现在关心的就是一条 怎么样护住泡沫不破 那当然这个做法呢也符合城市中产阶层的利益 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财产输水 但是如果维持住这个房地产泡沫不破 也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再更多的允许投更多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 那么经济也就跟着滑下来了 这就是现在经济疲软的原因 而且这个疲软将长期延续下去 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替代了 您认为是不是中国政府能够防止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市的泡沫的崩溃呢 刚才小农兄讲了这个正常一段呢 主要是强调的是这个中国经济战略方面的事务 重大的事务 那我想呢就是说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掀起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黄金十年 那十年是中国经济至今能够有一点吃老本的这个基础的话 是那个时候奠定的 那么所以讲现在这个在全面倒退的情况下 加上没有改革的动力没有这个新的这种创新 没有这个这方面包括给所有的参与者 经济参与者没有一种激励的动力 因为老百姓现在失去了以前那么多的权利和自由 失去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经济上不会有更多的起色 它只是一步一步的在倒退 所以说如果要讲要想中国经济重新能够恢复到90年代中期后期 乃至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的繁荣的话 那主要应当是回归市场经济 给这个老百姓更多的发展的自由和机会 没有这一点这一点做不到的话 那么谈其他的什么经济战略也好 或者是经济政策也好 都不能起到根本的逆转作用 陈先生 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和意量稍有不同 我不认为这个现在中国政府 哪怕是把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 把国有企业都私营化以后 现在现有的这个实际上也没有几个纯的国有企业 都是国有上市公司 那也其中有部分私有化了 那么即便把现有的所有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 政府也退出经营经济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仍然没有经济大幅度复苏的机会 原因很简单 就是刚才讲的土木工程景气和出口景气都是一次性的 不可能二次性三次性四次性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想要依靠技术开发 从政经济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企业投资搞技术开发 现在中国并没有走出自己的路 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的技术开发靠的是外资送来的技术 所谓用市场换技术 就是逼着外资把他们的技术专利 或者是免费出让 或者让中国从中去这个掌握这些技术 然后等于变相的调窃 中国企业自己舍不得这么做 那么另一方面 中国又是一个属于喜欢走捷径 包括刚才讲的土木工程景气出口景气都走捷径 喜欢走捷径 不喜欢守法 同时又是一个企业家短视 更多的人都想占别人的便宜 而不是愿意自己踏踏实实去做艰苦的技术开发 因此中国很难出现日本的企业的那种不断的技术更新 这个产品更新 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有一个企业这么做了 它吃亏而不是占便宜 原因很简单 马上有一批企业跟着剽窃 所以实际上谁投资搞技术开发 谁吃亏 可能竞争和倒闭的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人性和偏好的问题 而是在制度的制约下 人会做什么样的事 但是习近平曾经强调说 多次强调说 中国的经济要往高科技发展 对 他不是说就能做到的 为什么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中国人搞不了创新 新的科技发明 原因就是有制度的约束 我跟你讲这个说 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能够吸纳最多的人才 包括在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的大量的精英 科技人才跑到美国来 就是在于它的制度 它的环境 会更加宽容 允许人们创新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中国你无论花多少科研经费 最后被他们贪污了 挪用了 干别的事了 造假 这种事太多了 所以不是说一个人性 或者一个个人偏好的问题 而是一个制度使人 打个比方说 美国人 现在看起来他们很守规矩 但假设他们成为中国公民 在中国长期生活 他们跟中国人一样的投机 我举过很多次那个例子 我说在北大西门 每次你看到有红灯的时候 过去刚来的美国人 他如果是刚来的 他一定是不是抢着闯红灯 但是呢 一旦他在这待时间长了 他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去闯红灯 所以我讲这个道理 就是说这个法律的环境 这样一个制度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讲刚才说 就是说一个是讲创新 为什么中国创新不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 让这个泡沫消失 这个泡沫消失的原因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于中央政府 它经常是有指标的 包括中央领导人 对各个地方政府要求 是你有业绩指标 比如说你的GDP增长到百分之几 这样才显出你这个 业绩比别人强 其实虽然讲 不要强调GDP本身 但事实上 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大家都谎报 虚报 增长的速度越快 似乎越好 所以您说这个06年 中国国内GDP上涨 百分之六点七 是有很多的水分在里面吗 一定是有水分的 我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证明 它有很大的水分 最近辽宁省 就是中国的官媒报道 辽宁省省长 新上任了以后 查了一下辽宁省 过去几年的进阶增长 结果发现虚报了 百分之二十的GDP 因此辽宁省 重新调整数据 结果就变成 连年经济负增长 每年下降百分之几 然后官媒的说法是 这样的现象 存在于全国各地 这个让我想到 当时大跃进虚报 这个亩产量这个感觉 对 另外我有一点就是 过去国家 国家 对 那我们先请程先生 先继续回应 这个例子说明一点 就是GDP在中国 它是一个可以 由关注数字的一个数据 因此它也是靠不住的 所以中国不能够 简单根据GDP 其实很简单的 一个指标就是就业率 城市有多少人 现在没就业 我最近看到 国内有一个人 做了一系列数据挖掘 分析的结果是 中国城市里头 失业率达20%以上 这指的是城镇户口 不包括流动人口 就农外地进城的 大学毕业生毕业 留在大城市里 找工作没找到 不算 只算在当大城市里 中等城市里 有原城市户口的人 他们当中 失业率高达20%以上 这就是经济疲软 这就是经济萧条 不管GDP数字 政府怎么造 这个就业率改变不了 谢谢陈先生 我想问一下 夏教授有一个疑问 想请您回应一下 就是您刚才说 一定要走向市场经济 现在这个中国的 许多的国有企业 现在在开放 毕竟在吸引一些 私人企业入股 您认为 这是不是一个信号 就是说 逐渐走向市场经济呢 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就是走向准市场经济 对吧 朝着市场化推进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是后来越来越的 越多的倒退 现在我讲到 我向回应的 首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有人讲 中国的数据 都是有水分的 都不可信 那怎么办 那国际上拿什么来评判 来测度中国经济呢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我曾经以前问过 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 邱小华 他当时在任上 他跟我说 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 每一层报数字的时候 都要挤水分 从这个地市啊 然后到省啊 然后再到国家 他要层层挤水分 他认为经过几轮挤水分之后 就基本上 已经接近真实的数字了 再加上呢 他说每一年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呢 即使那个秤不准 是一个不准的秤 但是如果你每一年 都是用同一个秤去秤的话 那还是有一个测度的比较 想两位说的 如果说经济上逐渐的疲软的话 对于人民的生活 对于这个社会的生活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现在看起来 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城市的啃老族 在迅速的上升 就是我做过一些点的调查 就是通过一些 这个所熟悉的人 去一户一户的打听 那么发现呢 现在城市里的这个中年人和青年人 当中啃老族的比例很大 因为是失业 长期失业 没有希望找到工作 这种现象 在三四五线城市 非常普遍 有一些地级市在 比方讲在湖南 一个地级市 你要是按他当地的就业数据 就是我还讲是官方数据 就业数据和当地的就业人口比例 一算失业率百分之八十 这些人怎么活的 全靠啃父母 就是啃父母那点养老金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城市很多人 已经是人生过去一半 他还没有就业过 一旦父母去世 他就会彻底断绝经济来源 这些问题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 基本上是长期视而不见 您刚才说到说 一些底层的民众 可能会接干而起 会不满现当代的 政府的政治制度 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 政治上的变动的话 它会有多大程度上 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和生存的状况 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无论是制度变革 还是革命 还是说社会动荡 当然会造成一部分人的 包括生命流血牺牲 还有财产损失 这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你要说因为这个借口 而不去推动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 或者是说不希望看到 甚至表示要反对这样的变革 那是没有用的 因为就是说这个时代的潮流趋势 变革的趋势 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一旦它已经积聚了 相当大的能量 到要迸发出来的时候 谁都拦不住 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 怕人流血牺牲 怕有人财产受到损失 你就是说来阻止它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 还是英国的这个光荣革命 还是说这个 后来这个最近这几十年 经常发生的这些国家的转型 无论是其他的天鹅热熔革命 茉莉花革命 它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它到那个时点了 它就得就得出来 这点我想请请教一下 陈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现在为止 我们对这个中国人 对这个革命 有点简单化的理解 换句话讲 对政治变革 有一种简单化的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天鹅热熔革命 其实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转型当中的 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就主要的典型代表 是这个中欧的四个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波兰 那么俄罗斯和它的原来 这个加盟共和国 再加上巴尔干国家 罗马尼亚 巴加利亚这一类 这些国家是属于 另外一个类型 这些国家呢 基本上我把它叫做 就是原共产党的官僚们 摇生一变变成民主派 然后他们来支配 整个转型过程 这个转型过程 最后导致的结果 多半是 类似于中国的 权贵资本主义 只是人家执政的 不再叫共产党 这两种情况 都没有发生暴力革命 但是 不排除 在社会主义国家 转型过程中 可能出现暴力革命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 出现暴力革命 并不是说民主化 有了选民的投票 选举自由 有了政党的政治竞争 选举就靠选票 一定选出一个 这个天鹅融革命 或者是一个 这个现代的民主政治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因为研究政治史的人 特别是转型国家 政治史的人 会发现 决定选票 也就决定政治选举结果的 决定民主转型的结果的 不是政治家本人 而是选民的价值观 所以不是制度决定 人们的选择 而是人们的选择 决定制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老百姓 有相当一部分喜欢钱 只认钱 那么谁会选 谁当选 还有一种情况 老百姓喜欢威权 那么谁是威权的领导人 他就可能当选 俄罗斯现在就是这样 我今天刚看到 最新的民调资料 普京已经任了多少届 国家元首了 现在老百姓 八成仍然要选他再当总统 这就是俄国现在的现状 也就是说 俄罗斯老百姓 如果他的价值观 没有根本性的转动 那么他就很可能继续支持一个威权的不民主的制度 这个不民主的制度 是老百姓用民主选举选出来的 他有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但是他是不民主的 那么如果中国老百姓是一种暴力革命的价值观 那就是老毛讲的 造反有礼 然后这个 顺孙我者昌逸我者亡 这一点我有些不同意 那么如果是这种价值观 那么很可能 就是谁都里有钱 登高一呼说我要把参观全部抄家 然后呢要把中产阶级全部剥夺 让穷人 人人有房住 人人有钱花 这按中国的现状 很可能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就可能当选 然后接下来跟着的 是又一轮像共产党一样 不打共产党旗号 而举着共产党的口号的 新红色政权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新红色政权 同样是中国必须警惕的 并不是说革命是无条件万岁的 这点我和叶良可能有很 这点可能里面有些误解 他认为我可能就是想当然的认为 革命带来一定是好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不能说在一个孩子没有出生之前 就说这孩子出生了 将来一定是个流氓恶棍 而不让他出生 所以他有可能朝好的方向转变 他可能是个好人 也可能是个恶棍 所以关键在于 大家要朝这个好的方向去努力 不能说哪一种结果 就一定能带来哪一种结果 是吧 你说是革命的这个方式 就一定会带来恶的结果呢 还是说一定要用改良的方式 就能一定带来好的结果 这个都未必 事实上都有很多的方法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都不是 有两种有天鹅融革命和这个暴力革命 我刚才举的是暴力革命的例子 天鹅融革命不存在这个更正的问题 中国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即使是暴力革命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结果 你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是暴力革命 美国的独立战争 美国的革命也是这个暴力革命 但是呢你想想在世界上那么多的革命里边 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好的有差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进行民主的这种尝试 进行制度变革的尝试 所以说呢我们担忧可以 就是说你刚才讲了一点 说制度选择人还是人选择了制度 应该说是人选择了制度 所以说人是决定制度的 但是这也是鸡身蛋还是蛋身鸡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是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 大家都喜欢专制制度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没有自由 如果中国老百姓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彻底的变革 让每一个人把自由看得至高无上 每一个人为了自由 什么事情都可以牺牲 而不是说为了其他的某个宏大的集体目标 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因为共产主义就这样欺骗你的 比如说你想不想过共产主义 那到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像个天堂一样 如果你说想 想可以 现在你放弃你的自由和权利 你一切要听组织的 组织安排你什么你就做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你要警惕 你要拒绝这样的这种忽悠 这种革命是一定是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我想请教 请问您如何能够帮助这个民众 能够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中国未来的民主 不会成为大多数人的暴政呢 对 首先就是说 你无论是在发动革命之前还是之后 还是在进行之中 还是说完成了之后都有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人的价值应该是最重要的 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为了 因为其实这方面政治学有很多的悖论 大家知道哈佛大学有个著名的教授叫桑德尔 他就举出一个悖论 是杀三个人好还是杀十个人好 那一般人会说杀三个人好 那就是这样就存在一个道德悖论了 因为他给你的一个前提 一个约束条件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选择 只有这两个选择 就是说你不是杀三个人 就是杀十个人 那绝大多数人认为杀三个人比杀十个人更有道德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 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 不能简单的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进行衡量 三个什么样的人和十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个东西呢 当然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来 来较真说给一个正确的答案 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我想请问这个程先生 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中国 逐渐的实现一个更加进步的 一个整个社会形态或政治形态 我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 所以几乎差不多这些国家 我全都研究过 也发表过相关的论门 我的结论是这样 迄今为止 我们谈社会主义国家转型 只谈两件事 也就是政治变革民主化和经济变革市场化 但是漏掉了最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社会转型 就是人的价值观的转型 如果人的价值观不转型 人们抱着共产党统治时代 留下来的红色价值观 就像现在很多退休老公人 还迷恋毛泽东时代 这样的人你不能说他明天早上一民主化了 他的投票意向就变了 就变成彻底唾弃毛泽东时代 不可能 他还是一波毛粉 你让毛粉你有投票权 他投出来的是毛主义政党 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才能完成价值观转型 这个做法其实在共产党国家有过先例 我前头讲的中欧模式就是这样 我在几个场合都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所有的国民都要忏悔 忏悔什么呢 忏悔你在共产党时代 与共产党合作 第二 要净化 要把自己脑子当中的各种共产党 留下来的各种价值观念 比方国营企业的工人 或者这个政府官员 觉得我在共产党时代 我还是有特权有地位的 这些东西都要把这种价值观念抛掉 不再承认这些人的地位 这些问题呢 第三 牺牲就是每个人不能够在 转型过程当中提出来 我在以前有什么既得利益 现在都要受到保护 相反每个人都得做出牺牲 那么这种三种口号 只在四个国家实现了 在其他国家一律没有实现 因此 其他国家的转型都不成功 只有这四个国家成功 而这四个国家之所以能成功 原因非常非常简单 那就是这四个国家 他们的红色政权是苏联用坦克送进去的 在这些国家 爱国主义和反共 是一致的 化等号的 好 那我现在说一句 在苏联 俄罗斯和中国 爱国主义和反共 我来说一下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革命是 在这些国家自己长出来的 换句话讲 这个社会里有着大量的红色革命的基础 这个社会基础并不那么容易清楚 这是中国和俄罗斯走不上正规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好 我来现在说几句 首先 我们不能等待 中国人的 大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全部都像美国人一样 当然美国人也有很多人 其实思想意识并不先进 所以说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等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什么提高了 素质提高了才能实现民主 而是相反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来提高意识 何况中国有过进步的 非常进步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打倒四人帮那一段时间里边 拨乱反正那一段时间里边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人们的思想是最自由开放的 那个跟民国时代仍然不能够相提并论 但就那样来讲的话 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现在呢 你经过大幅度的倒退之后 人们的思想又回到了接近文革和毛时代了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你再等三十年或再等二十年 中国人的这个素质就提高了 思想意识提高了 然后适合搞民主了 没有这样的事 只有在推进的过程中 一定说在变革的过程中 包括你刚才讲的 要求人们的忏悔 也是在转型成功之后 你才能做到 很多事情在这之前你做不到 你说先行动你认为 对 我说明一下那个叶良对中欧国家情况不太了解 这些国家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价值观转型 是在民主选举之前发生的 要害在于这四个国家能成功是因为他们的转型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也不是前共产党官员摇升一变成为新民主党 由这些人来领导 而是由异议知识分子领导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短短的节目 不可能把这道理都讲透 我只想说明一点 那就是价值观转型 确确实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等待 绝对不是 因为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允许我们等四十年 要不了四十年可能一半的时间 中国经济就已经到了快撑不住的时候了 但问题在于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中国是不是需要把那些个红色价值观 在底层社会 还有在这个老年人当中的种种余下来的流毒 一点一点的清除掉 在这方面起到启蒙作用的是异议知识分子 而目前中国异议知识分子受到最大的打压 它受到的打压不仅来自于官方 而且来自于底层 两面而加基 好 谢谢陈先生分析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做一分钟的总结了 我们先请夏教授开始一分钟的总结 对 今天从经济问题惨发到了这种到底是制度 还是其他的方式的这种一些争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的问题不能够展开来讲 但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只要给老百姓 就是他如果统治者不给你这样一个机会 你就要抗争 你要争取这样一个机会 刚才陈先生有一点跟我相同的 就是说异智分子来进行启蒙 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去遇到什么样的阻击 其实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完全拒绝启蒙 说你那点东西谁不知道 自由民主法治谁不知道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做的时候实施不了呢 就是践行非常重要 已经不是简单的这个书面的概念 其实永远都没有人能够像百科全书似的 把所有的民主政治自由的东西 全部装到自己脑子里 只要少数人有就行了 大多数人只要把那些最基本的 核心的价值和规则掌握和践行 这就是最重要的 好 谢谢 陈先生最后一分钟的总结 我想需要强调一点呢 就是对中国来讲 现在呼吁革命很容易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 但是呼吁天鹅绒革命而抵制红色暴力革命 在中国社会会反而受到强烈的抵制 这个是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原因在于中国的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共产党统治下 仍然对不断的被洗脑 他们现在受到的教育 仍然是共产党那套红色革命造反的教育 在这个价值观基础上 人们脑子里很自然的会有种种的 从共产党那里接收下来的种种价值观 所以这个启蒙过程 我并不是非常乐观 因为它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而且在一个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头 忏悔这两个字在中国社会通常就行不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无数中国人在日常做事中犯过错 你听过几个人忏悔的 中国社会压根没有忏悔这个概念 做了就做了 错了就错了 绝不认错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态度 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那么中国的价值观转型 可以讲它的这个进度会非常之慢 甚至可能逆转 就是朝着更坏的价值观走 我觉得此时此刻中国的价值观转型 是逆向在行动 朝着更糟的方向走 我一句话来回应 陈先生比较悲观 我是比较乐观 我觉得只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还是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另外革命不是选择的 不是哪一个人设计的 而是被逼出来的 究竟采取哪种形式的革命 不是我们在这做而论倒能决定的 好 谢谢夏教授 谢谢陈博士 今天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 深入潜书 从经济一直到政治上面 各个方面的你们的见解 欢迎你们登陆我们的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的社交媒体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栏目